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4年的7月19号的晚上 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全世界发生大灾难 全世界剑掉 所以没办法很多东西做不了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下 这个e-invoice的 因为前两期的韭菜人生 我们讲这个电子发票e-invoice呢 收到大家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留言 所以当中有几个值得很大家关注的问题呢 就是个人饮食问题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今天全世界发生什么灾难 就是那个Microsoft啦 所有那个Microsoft Windows 那个Microsoft 365的电脑全部全部渐到完 所以很多人应该是提早放工了 刚才下午就渐了 应该是 105嘛 105提早放工了 全世界都是很多那个机场呢 我们马来西亚的机场呢也是渐掉的哈 全部顾客在那边等的飞机不能飞 那个experia 那个美国啊 澳大利亚啊 全世界啊 全世界都渐掉了啊 所以呢你看 他这次是发生在Microsoft的身上嘛 他的系统崩溃嘛 啊 所以以后呢 马来西亚到e-invoice的时候呢 这样子又发生系统崩溃的时候 但是没办法啊 啊 我们都知道吗 政府没有钱啊 钱一期 我们不是讲那个汽油补贴 2022年总共补贴啊 采米油盐建筑茶加汽油呢 703亿 但中74%呢就是520亿呢 是拿来补贴呢 那个汽油的 啊 OK 一年里面520亿 OK 观众朋友就帮我们算得很清楚了 这个代表呢 每一个马来西亚人啊 就是你啊 就是我啊 我没有我我我家电动车 我们打了 OK 就是每一个马来西亚人啊 一个月啊 打油啊 打到1600多块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打油打到1600多块 但是政府现在是 补贴给每一个马来西亚人 就是3300个 啊除了我们家电动车 啊 但是也是照样被补贴 啊 每一个马来西亚人呢 补贴1600块呢 去打汽油 知道吗 实际上你们有 有没有拿到1600块 你最多你一个月打油 300块已经够厉害了 是不是 啊 那个打油打300 400块的人 他他他经过讲了 我一天24小时开车开12小时 啊 所以里面根本就是漏洞嘛 啊 根本就是烫污啊 走势啊 还是什么啊 啊 这样子 我跟你讲啦 你一个月你开着车啊 你每天24小时在那边开来开去 你也不可能打到1600块嘛 啊 所以呢 当中有很多东西 会讲的嘛 啊 我也不敢讲啦 你也不要讲啦 啊 等下讲一下 我们一起完蛋啦 是不是 啊 一定有问题的在里面 所以 政府没有办法了咯 他就到处去找钱咯 啊 他 什么钱能够收他就收咯 什么税能够查就查咯 所以才做这个e-invoice e-invoice 我们讲很清楚了 简单粗暴 他叫做实名认证 买东西就实名认证 但是马来西亚的e-invoice呢 因为有人一直讲台湾嘛 台湾有e-invoice 印尼 也是有 OK 人家讲台湾的很简单的嘛 你去买东西根本不会 嘎叫到你任何东西的 虽然他参加给你的的确是营货 但是他不会嘎叫到你任何地方的 但是马来西亚的 狐狸嘎叫你啦 啊 OK 所以 然后大家也提出呢 哇这个隐私问题 有人讲我绝对不会拿IC去买东西的 IC不可能呢 送给这个 不可能拿给那个店家看的 那么你就要用你的所得税号码 买咯 啊 但是呢 not only IC啊 你必须告诉他你的地址 你住在哪里 啊 你去买那个万人买toto的时候呢 买一块钱都不是 啊 你要告诉他 我的家 住在哪一条街 Postcode多少 门牌号码多少 啊 他总共有十样东西 IC号码 索得税号码 你可以损其中一个 然后再来呢 就是呢 你的地址 地址呢 是mandatory的 那边有打一个那个星星的 mandatory一定要填的 不填地址是不可以开到电子发票的 然后再来就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也是打星星mandatory的 啊 email呢 我就看到email呢 不是mandatory 他没有打星星 就是可以不用给email的 啊 但是电话呢 跟地址呢 是mandatory 你一定要打下去 不打下去呢 那张email是没有办法开的 所以代表着呢 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你同时呢 暴露了呢 你的地址 所以 这个就是本期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因为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现在在这个时代呢 这个个人的饮食是很重要的 尤其这个地址呢 是不能够曝光的 啊 你一旦曝光了地址之后呢 后面发生什么问题不知道啦 除非你住的地方是有加尬的 加尬到很严格的那种 要不然呢 充满着各种未知的风险啊 充满着太多未知的风险啊 啊 是不是 啊 好像呢 你看我我一路来我很注重 大家知道我 现在我是公众人物我去到中国 很多人都知道 都一看就知道是我的 但是你们没有发觉我从来没有曝光我任何家人的吗 我家人很多一下的 啊 也不少人的哈 啊 那个 那边呢 他们就五姐妹他跟你讲啊 你可知道家庭是多复杂的啊 啊 是不是啊 还有两个 两个小的还有两 两只猫的啊 猫我有给你们看过啦 啊 猫你们应该不会来害他啦 是不是 所以你看我从来没有 倒入过我的家人的 啊 然后呢 你看 现在呢 我去马拉松了 我都不讲了 我不像那些网红啊 去参加马拉松啊 啊 他不只要乱全国人知道知道吗 他要乱全世界的人知道啊 去参加马拉松啊 他也要乱全宇宙的人知道他参加马拉松啊 你看我不讲了 啊 等下我怕啊 到了那个30多km了 跑到没有离子的时候啊 啊后面来一群人啊 啊那时我真的打不过啊 啊 一开始的时候你来一群人我还 还有得打啦 啊 来来一群 你跑到那个很累了 哇来一大堆人我不知道怎样打了 啊 当然这个大型的马拉松呢 啊 这个星期天的呢 啊就很多人啊 啊前面有人后面有人 啊他们也不敢呢 在在中途呢 啊去去干什么事情吗是不是 啊 所以呢 你保护 家人 保护自己呢 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 啊 所以现在E-Invoice呢 现在政府呢 是让每一个人的 地址呢都被暴露出来 啊 所以大家觉得呢 政府是不是应该要 取消 这个地址呢 啊我们来看一下 新闻吧 马来西亚的这个E-Invoice呢 非常非常的 复杂啊 我 看了很多很多他们 他们教我们怎么开的 非常非常的复杂 因为这些官老员呢他们本身没有做过生意吗 他们家族没有做过生意吗 啊他们不知道 啊 好像 生意有很多种嘛 好像美容院呢 一天最多做五单嘛一天做五个顾客 最多十个顾客 啊 他 他们 他 坐在 counter的那一个美容师呢 他可以很冷静 静静坐下来 把这十个顾客的 E-Invoice呢给 处理好 他一天最多十单是一单是二单 生意送很好的 但是呢 啊 啊 假如你是药材店怎么办啊 反麻生怎么办啊 啊然后那个买万字的人就知道了 啊买万字是强制要开的吗 啊 啊 五金店怎么办 五金店买建筑材料那个Mr.DIY啊怎么办 那个是强制要开的吗 啊 那个怎么办 啊 那个就很够力了啊 所以 所以我们 我们韭菜的时候我们不断不断的raise这个问题呢给政府 要政府呢 去处理 今天我们raise的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 就是呢 要提供了这个地址 这是非常非常 危险的一个东西 OK 所以为了避免等下我又道歉啦所以现在 啊我尽量资料拿起给你们 啊 所以你们看清楚这是一个assemble来自一个accountant的 这个就是叫做e-inverse电子发票 总共有55种item要签了 所以你看 这个卖家叫做supplier啦 supplier的ping supplier的公司号码 supplier的ssst号码 啊还有什么 然后这边就是买家咯 就是顾客咯 顾客的所得税号码 顾客的名字 那么这个顾客呢 拒绝 给ic号码 啊这个顾客很坚决啊他不给ic号码 所以你叫打12个0 所以改天你们 你们整天呢你们要这样子梦念的 你们开议或者你们 平常在家里你们要进一段送电 0000 0000 0000 你这什么听00第00 你每天都要这样念啊 0000 0000 0000 你要念到你习惯啊 0000 0000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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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等下人家以为我们整天在听00第00啊 因为你念到习惯了你打错就很习惯了 现在我念惯了是不是 那我一定不会打错的 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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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绝对不会错的 啊 不要吓我啊 你们偷偷以后都要这样打啊 我跟你讲啊 当顾客不给ic号码 你们就要在那边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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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0000 啊 这样子就不会打错了 肯定打准准打12个0 是不是 啊 OK不给ic 对 对地址还是要给 你们看到看很清楚了啊 这个顾客的地址呢要给咯 顾客的手机手机我讲是mandatory手机一定要给咯 啊 email呢他就没有打现金可以不用放email的 啊 所以 各位观众朋友这以后买东西怎么办啊 每天你要跟他讲地址啊 啊 啊 有些人就讲给他IC啦 IC上面有地址他自己去打啦 啊 你又报关你的IC跟你的地址咯 所以呢以后呢每个人呢 啊 你可能写在手机上 啊 电脚会偷你手机 或者你拿一张纸 以后你去买东西呢 你要拿一张纸 那边写你的资料 啊 我的Teen Number 是手头税号码是什么 而我的名字 然后我的 地址 然后你自己写12个0给他 啊 他们他们一看12个0就明白了 啊 你的手机号码跟你的email 你每次买东西呢 啊 他会问你 IC 他买IC 再要安排一个 CataSparket Award 啊 就马上运力 啊 所以你看这个60块79块的也是要开电子发票 所以这个就叫做电子发票 所以这是大家看得够清楚了没有 然后还有很多复杂的 还有你是 啊 啊 比林匹的什么一大堆总共55个资料 就对了 啊 啊 然后还要那个扣你的 SST 哈哈 这个就看你们怎么算了 所以没有办法咯 政府没有钱呢 啊 因为没有办法嘛 每个人民呢要补贴1600块给他去打油嘛 啊 所以他只能够用这个e-invoice来 来不断的把那个钱呢找回来 听他吼啊 一个人民啊 有1600块去打油啊 啊 这是24小时在马路上 在载载载载载载 啊 这个马来西亚人呢是没有休息的啊 24小时都在塞车的 啊 啊 然后我们这个大哥呢 啊 今天看见他的新闻呢 啊 欠税17亿 OK 这个可能大家没有概念啦 啊 17亿呢 就代表呢 他的那个 可证 可 就是代表他有多少钱 知道吗 我们看所的税表吧 前面通通不用看了 OK 他还17亿嘛 那么他就是超过200万哦 就是代表还30% 啊 他的17亿呢 就是30% 啊 那么 就我们算下去了 多少钱 差不多 52亿 53亿 一个马来西亚首相呢 啊 那天我们讲他首相的薪水多少钱 20多千 32千 啊 做了几年啊 他有50多亿啊 他身价50多亿啊 做首相啊 他要还17亿啊 啊 啊 等下来的50多亿 啊 所以呢 你看汤污有多严重吗 你看汤污有多严重吗 啊 哎 我跟你讲啊 你看 你看我们 收入到10万的人呢 要还24% 现在 19% 那个7万的10万 19% 你100千呢 你要还19千的所得税啊 我还没有讲扣税啊 啊 还没有讲扣税啊 你要还19千的所得税嘛 啊 他还17亿呢 你可知道他资产多少知道吗 啊 政府没有钱了吗 全部给他们 汤污用掉了吗 是不是 啊 所以今天真的很糟糕啊 今天全部降了 他们 飞机场那边他们上不了 飞机 然后那个菩萨又不知道做什么了 菩萨刚才又降掉 综合指数呢 现在我看到综合指数不懂是准还是不准的 啊 美罗 啊 然后呢 这个昨天的节目啦 啊 昨天因为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展示我没有展示到这一段 所以很多人就讲算了 哎 你不要乱讲啊 他没有失去津贴 有 这个是报纸报导的 OK我是被赃报纸报导的 但是呢 那时 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失去呢不知道是报纸 这样子报导我就跟着报纸讲不了啊 那 当然呢 他一定砍的啦 能砍就砍啦 啊 那个凯里呢 早上在那边大骂 这个政府乱唇了 乱砍这个 国会议员的津贴啊 冻结他 凯里自己还不知道状态 凯里 啊你 买疫苗你买了多少钱啊 啊 今天为什么要e-invoice 为什么要GST 啊 为什么要砍汽油补贴 就是你凯里呢买疫苗你买了多少钱知道吗 啊 浪费了国家几千亿啊那个疫苗啊 啊 假如凯里当时呢 有买这样多疫苗呢 今天还需要e-invoice啊 还需要 等下过不久要GST啊 还需要砍汽油补贴啊 对不对 啊 所以很多政客呢都不在状态吗 所以你们讲那个 台里做首相 他都不懂得理财的自己买疫苗买了 可能割了韭菜割了几千亿他都不懂 是不是 啊他也是不在状态的嘛 啊另外一个就狗力咯 啊 给人三将也还要欺骗 啊 人家脚车 要踩三寸他踩两寸然后就拿第三名 让原本拿第三名的那个人呢 他没有办法站到讲台上面像马来人大嘛 啊 你偷走了人民的第三名啊 啊 是不是 啊 所以这个凯利也不行这个赛三地也不行嘛 是不是 啊 所以有些人还 有时候我们讲安华不好 啊 其实安华呢 他是看到这个问题能没有办法 啊 好像那季一个人呢 你看 他还所得税17亿啊 他做首相罢了啊 啊他不是做千万富翁啊 啊 他不是 他不是一龙马斯克啊 一龙马斯克还所得税也没有还到17亿了知道吗 啊 他那季呢就还17亿的所得税了 你可知道他多少钱啊 啊 所以呢 全部的钱呢给他们汤污到完嘛 然后每个人民呢每个月打油呢 打1600块你相信啊 啊 怎样打1600块你我问你 是不是 你打1600块的油是每天从KL下到Benet啊 来回啊 是不是 那个驾巴玩车的人才有啦 是不是 对观众朋友 啊 所以 本期的重点呢就是这个e-invoice 我们讲到呢 他会严重的暴露我们的那个隐私 那个 地址 啊 所以希望这些官老爷看见我们的记者 节目呢 马上把这个地址呢 给取消啊 他非常非常危险啊 因为你一当 你饿屏那个三家呢 哇你回到家里的时候门口已经 站着那个 撞汉的你 你刚才讲我们老板坏话是不是 要不要万百万 啊 还是一个打十个你试看 对顾客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啊 所以政府呢应该要重新检讨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 觉得呢 当那个 你们 每次买东西呢 都要把地址告诉那个店家呢 你们会不会安心 欢迎大家 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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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